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株石壶呢 是一直以来呢都非常受欢迎的一株小型的杂交石壶 其实它的杂交情况呢非常简单 名字在这里 Dendrobium hibiki 两株母本呢都是原生石壶 Bracteosum cross lephefolium 名字比较难念 中文呢叫做胭脂石壶 它是株质非常紧凑好看的一种小型石壶 它的花期呢非常长 有四个月 花朵本身呢单花其实不大 有两个厘米半的样子吧 它的那个花瓣和厄瓣呢是粉红色偏紫 纯瓣呢是orange橙色的 蜡质很硬的花瓣 开起来呢是一簇一簇的它是在往年的老杆上开花 落了叶子的老杆上 其实呢它的叶子呢也很好看 你看呢它在它的这个叶子长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些胭脂色 我觉得这可能是它的名字得来的原因 即便是在不开花的时候呢 它的株质本身呢观赏性也是蛮高的 有的网页上呢介绍说它的花呢是有香味的 但是我自己呢接触过不少也闻过不少 从来没有碰到过有香味的 这是一株非常容易生长的石壶 它喜欢温暖阳光充足的环境 对水分的要求呢不是很高 但是希望高光照 通常来说呢需要卡克兰的生长环境 光照要求 这样的话呢它的花呢就能开得比较好 如果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放到室外相对遮阴的地方 每天有四个小时左右的直射阳光的话呢 应该会非常好 冬天在室内呢也要尽量给它一个温暖 明亮的环境 至于肥料呢通常呢在没有花的时候呢 薄肥禽湿 它不是落叶石壶 所以一年四季的话呢都正常管理 当然啦在天气暖和 它长得特别快的时候呢 禽浇水禽湿肥 在天气相对冷的时候呢 少浇水少湿肥 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株值不大 非常容易管理花期极长的石壶 非常受欢迎 这就是Dendrobium Hibiki 一株小型的杂交石壶 你喜欢它的模样吗 谢谢